今天台湾棒球有赢吗 12强对澳洲 这是一名加护病房患者 醒来之后第一件问的事 这是真实案例 患者是年约30岁的年轻人 在家中昏倒送医 因为无法自主呼吸插管 在加护病房清醒之后 比谈沟通 第一件事情问台湾赢了吗 请问台湾对赢了 赢了澳洲对了吗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 非常特殊的情况 医师说患者送医的时候 病情严重 所以插管送进加护病房观察 当时12强中奥之赛还没开打 他昏迷期间 球赛分出了胜负 这场比赛让球迷疯狂 患者凌晨一点多醒了 一般患者在ICU醒来 通常会反应 喉咙不舒服之类的问题 但是他惦记着球赛 得知台湾赢了澳洲太高兴了 呼吸血压心跳都嗨了 可以看到他的心跳血压 就很明显嗨起来这样 对 病人的求生意志越强 其实他的恢复越快 中文去看他的时候 其实他病况就好转非常非常多了 医师在粉砖分享真实案例 说是本日最励志 网友回应热烈 说激励人心的最佳示范 还有人支援照片 11比3台湾赢澳洲 也有人说赢了 要去东京了 可以放心躺一个礼拜 医师说 开心是患者最好的良药 有助于病情恢复 他在比赛前昏倒的 目前情况稳定 预计这两天就可以出院 TBS新闻 陈志正 吴淑萍 张华报导